一开始我们一样一起做个皈依发心 那为了利益如虚空般的一切鲁木有情 所以我们必须要书籍书籍地成佛 那为了成佛的缘故 我们必须要知道成佛的方法 那怎么样能够知道成佛的方法呢 我们只有透过学习去修行 闻思修才能够真正达到成佛的境界 所以为此呢我们来做今天的学习 那以这样的一个动机策发来做以下的听闻 我们一起做皈依发心 念三遍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修诗等诸资良 为利有情故愿大绝尘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一 我以所修诗等诸资良 为利有情故愿大绝尘 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 从今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以所修文法诸资良 为利有情故愿大绝尘 我们看到掌中解脱 第27耶 那我们上次提到的 说到我们既然要学习这样的一个教法 那我们要先知道说 这个教法它的传承 清不清净 是不是来自于佛陀 无物的传递下来 那它的传承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了解以后 那实际上我们边学习的过程 不是去了解文字而已 那也要知道说 所学的内容呢 能不能够结合到我们的心绪 然后去做思维 所谓的修到底是什么 就是令比成比式 将我们的心与经典上讲的内容呢 做结合 那用佛菩萨的一个思路 就是他们是觉者嘛 用这些智者们的一个思路呢 改变我们的想法 让我们的心念 起心动念 也能够越来越靠近这些智者 甚至与他们 变得和他们一样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说 这个菩提道次第 他的一个传承 从佛陀一直传递下来 然后分了深境派跟广行 然后又传到了阿底霞尊者 二合会议 两个支流汇合到阿底霞尊者身上 阿底霞尊者传下来 建立了嘎当派 嘎当派又分了教典派 教授派 还有道次第派 然后最后这个三派的传承 又传到了中科巴大师 然后一直传递到 我们现在所学习到的 我们看得到的 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 所以在讲授 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 他又有不同的一个传承 有讲解传承 有各种引导传承 经验传承 那我们在看到 我们真正在学习 道次第的时候呢 我们要如何去实修呢 并不是只是一个文字的理解 所以在实修的过程 等到我们之后学到 真正进入道次第的内容的时候呢 那他会以科判的方式来做讲解 所谓科判呢 其实就是将他的内容 做了一个整理 类似像目录的 目录式的一个整理 那这个目录 他又把它分得更细 那譬如说 讲到侠满这样的一个科判的时候 那这个侠满的内容 到底有哪些 他实际上 一步一步要怎么样去思维 他就是类似一个 那个图表式的 这个分类 那我们就可以照这样的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当中 他的经论依据是什么 他的理论是什么 那过去主师的口诀是什么 那他的辟语是什么 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呢 去加深对于这一刻科判的一个理解 那当我们对于这个内容 譬如说讲到侠满的时候 他分了 异大 难得 异师 等等的内容 首先介绍侠满异大 他的异大 为什么说他异大 他的异力 异大的意思就是 他具备有很大的力量 他很有意义的 很有价值的 你要知道侠满的价值 那侠满的价值并不是只是 跟你说他有价值 你就相信他有价值 我们要实际上去 思考说 他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所以他有各种的理由 去成立他 那侠满的价值 所以这个后面都会讲 所以等 等到我们后面 编学学过程呢 其实 将所学的内容 平常就可以 做一点思维 静下来的时候 也可以静坐一下 做个所谓的冥想也行 将这样的一个内容 实际上在心里面 把它串修一遍 也就是说 在心里面思维过一遍 那这样的话就是 让我们的心呢 能够实际上 与这个法呢 去做结合 去做练习 好 所以我们看到 上次的进度 道士帝科判有很多种 如道士帝广略论 科判等等 修持应以自己 获得某种 道士帝的科判为基础 所以 不管是 大家将来有机会 看到 菩提道士帝广论的科判也好 或者说 菩提道士帝略论 中科巴大师造的 那乃至说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是医者数道的一个科判 那这待会我们再讲 那 这些科判的 理由 为什么要有科判呢 是 有助于 说我们去归类 我们将 这么庞杂的一个内容 这么大的一个系统 把它归类 那让我们在心里面 很清楚说 我们现在定位是什么 然后这个内容的定位 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 把它归类 那在我们修行的时候 才不会 胡乱的去修行 因为 当我们分类都 分门类别 都非常清楚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我们就会知道说 我们在这个基础的时候 我们该做哪方面的修行 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应该要拿出什么工具 它就类似像我们讲很多 工具都分门 别类放好 然后 你知道说 遇到什么状况 应该用什么工具 就可以把它拿出来 就是类似像我们 对付烦恼的一个武器 那你有好的一个工具 你就能够死半功倍 对 所以 科判对我们来讲 其实在修行上 是有 扮演着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好 那 在修持的时候 就是应该 看我们自己 是得到哪一种 道次第的 这个传承的科判 那就依着这样的一个科判 来做修行 那现在呢 这个 帕帕拉大师讲说 这个掌中解脱里面的科判 是依着他的大宝上师的 规矩 就是他 他所整理出来的一个科判 那是 这个科判是以 数道 数级道论 我们上次有讲到 八大教授当中的一个 数级道论的一个 科判为主 以他为主 然后 另以众多教授为庄严 所造的一个科判 众多教授 就是结合了很多 各种教授 然后去 做严实吧 算这个科判的一个严实 就是把它做了补充 所以这个科判 算是一个很完整的科判 易于羞耻 然后也很容易明白 所以这个数级道论的科判呢 以前没有写成文字 那 帕拉大师说 他曾经很郑重的 在大型的法会上也好 或者说私下的 向他的上师去 请这个法 希望说 这个科判将来能够 行于文字 不要只是一个口传 就是口耳相传而已 而能够让他变成一个书面体 花了很大功夫以后呢 才把它写成文字了 所以 现在目前 我们掌中解脱 这里面的科判呢 待会我们可以展示给大家看 他的广略失踪 就比起 大家如果看过 道次第广论的科判的话 那现在这个数级道论的科判呢 相对性 他就广略失踪了 就不会太庞杂 那也不会过于略 而且呢 升级体验的方法 十分特别 也就是你照着科判去修行的话 每一个科判就类似像一个阶梯 你这个 你要跨上 你要到十楼 那一步一步要走上去 他每个阶梯 你这样一步一步的走 他很清楚 所以 升级体验方式特别有帮助 与众不同 与众不同 然后具有很多的官药 很多修行的恶药呢 都在这个 含色在这个科判当中 所以 庞玛大师就说 我现在就照这个科判来讲 好 那 如果说大家想要看一下 这个掌中解脱科判的话呢 你可以 如果有电子档 那可以翻到 他的最后面 如果有书 书本也是 不知道是放在最前面 还放在后面 那他就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科判表 总的是这样 大家可以细看 他是这样 一个科判 一个科判往下分的 譬如说 等到我们开始 进入道士帝正文的时候呢 菩提道士帝引导 分了四个科判 总体来讲 就是所有 菩提道士帝的内容 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的内容呢 都可以含色在 这四个科判当中 待会我们就会讲到了 所以 然后这个每个科判 各自的内容都有很 就是很清楚的一个归类 所以 等到实际上在修行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依循 这样的一个科判 譬如说 我们刚才不是讲到 辖满吗 看到辖满这个科判 这个在后面的科判 会展示出来 那像 举一个最简单 要修行辖满的时候 这个辖满 我们知道说 辖满呢 等一下 与有辖身 劝取新药 这个科判来讲 就是既然要修行辖满 那你要知道说 辖身的珍贵 辖满人生的一个珍贵 然后知道他珍贵以后呢 那希望 我们能够利用 这样的一个难得 又珍贵的机会呢 能够取新药 也就是说 这个人生比较白费了 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在我们临终的时候 不会后悔的事情 对我们来生 有帮助的事情 而不是只局限于 今生而已 所以呢 就会说 你要认名辖满 那什么是辖满 你要认清楚 然后要去思维 他的意大 思维他的难得 这是粗的一个科判 那细的 如何去辩明你的辖满 你怎么样知道 你得到了辖满人生 他辖满到底 具备怎么样的意义 什么叫做辖满 这是在第一个科判 就会讲到 所以就依着 这样的一个内容 一个科判呢 那我们就可以在心里面 去思维 首先先思维辖满 认识辖满 认名辖满 就是认识辖满 是什么了 知道辖满的价值以后呢 那你要去 你要说 知道什么叫辖满以后呢 进一步去思维 他的意大 意大就是说 他具备怎么样的意义 他是如何珍贵法 然后再来就是 这么珍贵的东西 是不是永恒的在呢 不是的 他很容易失去的 所以思维 是不是很容易得到呢 不是的 他很容易失去的 很不容易得到的 所以思维难得 然后进一步会去思维说 他意识很容易失去的 就是思维无常的部分 思无常 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方式 平时 我们说要 实修实修 到底怎么实修呢 其实实修的 所谓的实修 并不是在 我们学习 这些经论之外呢 有一个实修内容 譬如说 好像要去安排一个打坐 所谓的闭关 这个才叫做实修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只要将 所学的内容呢 实际上在我们的心里面 反复的去思维 譬如说讲到 狭满的 狭满的内容时 狭满的珍贵时 那反复去思维 他珍贵的理由 然后在我们内心 透过不断的反复思考 那我们在内心确立说 这个狭满真的是很珍贵 生起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所谓的绝授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教理由 我们去思维 然后在心里面 生起的那种感受 就是所谓的绝授 那这就是 这就是修行本身了 所以修行并不是说 另外要再去 找到一个离群所居 找到一个很安静 必尽的地方 然后坐在 坐在这个 鼓团上面 打坐 双手放掌身体 坐很直 这个才叫实修 其实实修并不是 只有局限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们再看回来 好 看到这边的进度 好 所以呢 现在帮忙拉斯就说 我们会依循数级道论 刚才我们看到的科判 他就是依循的数级道论 把它整理出来的一个科判 对我们实修上 会有很大的帮助 好 那再来就讲到说 我们既然这个传承 是从佛陀 一直传递下来 传到阿里侠尊者 那中间 当然也传到 纳兰陀 是有很多大班智达 所谓大班智达 就是类似 我们现在的 现在这种佛学博士 他精通极论 经论 他不懂 不仅仅只是 对于文字的理解 而且他是有实修的 对他不是只是 通达内外无名 所谓通达 他不是只是文字的理解 他包含说 这些内容 他在内心 内心当中有实证 他实际上了解这些 用他的心 去证悟了这些内容 所以印度 两大佛学中心之一的 吉祥纳兰陀士 诸位智者呢 主张由三清静们说法 那再来就讲说 我们这个法源 既然是清静的话 那他要怎么样条件 才算是清静呢 那说要具备三清静 还有三种清静 第一个 阿瑟黎与清静 阿瑟黎就指老师 我们这个说法的老师 说法者 他的与清静 他讲的东西是 正确的 无误的 他的动机 他的心态是正确的 弟子相续清静 那弟子呢 文法的心态也是正确的 不是为了明文利 那不是为了 只是为了今生的一些安乐而已 他是真的依循这样 教授他是想要求解脱的 想要成佛的这样的一个心 他是一个很纯粹的动机 然后再来就是所说法的内容 所说法清静 他所说的内容 是完全是有依据 有传承的 是清静的 不是胡乱瞎说的 那指加 指加摩罗世罗世 的智者呢 我们刚才说 印度两大佛觉中心 跟阿兰陀是一个就是 指加摩罗世罗世 的智者们认为说 以下三是为最重要的前导 那也就是 下面三件事情呢 是作为这个 我们去检测 这个法到底是不是 清静的一个 关键 正法作者殊胜 正法殊胜 以及如何讲文 如何文说该法之理 这里按着后者讲 那以指加摩 世罗世的一个 讲法来看的话呢 第一个 正法的作者殊胜 那我们现在学的内容 是道次第 那道次第 他的作者是谁 到时候我们会讲 是阿底峡尊者 或者是中科巴大师 都是道次第的一个作者 菩提道次第的作者 那这个作者 殊胜意思就是说 他具备了很圆满的功德 或者说他具备了 很殊胜的功德 很好的功德 他是他本身有修有正 教证功德都具足 这样的一个作者 他写这本论的作者是 很殊胜 再来就是他所写的内容 很殊胜 正法殊胜 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我们要如何去听文 然后要如何去讲说 这样的一个法 他的方法是什么 要怎么样应该 听的人要怎么去听 讲的人该如何去讲 那这个就是 在学习这个法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先具备好 这样的一个条件 再来正式的做这个学习 所以学法的时候呢 一开始先 简则你所学的法 他的传承清不清静 那传承清静会 会简则到说 说法的人 他的传承来自于哪里 那我们现在 所学的内容的传承 来自于阿底下尊者 中科巴大师 那他们是怎么样的 一个殊胜法 他们为什么值得我们学习 那他所讲的内容 是不是清静的 有没有传承一句 再来就是我们自己 该如何去讲 如何去听闻 那这边呢 是依着后者的一个 讲法来去开演的 那菩提道士帝呢 我们正式进入 菩提道士帝引导的时候呢 就分为四大科判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 科判图上面的 主要有四个科判 第一个 甲医 未显其法 根源经过 开示 作者出身 或者造者出身 也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法源 它的传承 是非常亲近的 所以呢 开示 作者的出身 也就是说 写这本论的人 他具备怎么样的一个功德 为什么 值得让我们去学习 跟我们现在读一般世间的书 不一样 一般我们读书的时候 可能学校发了一个教科书给我们 我们就照着读了 我们不会去检查说 这本书他到底写的内容正不正确 那就是学校给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但是呢 现在学习佛法 有时候我们在外面读书的时候 不会去认真看说作者是谁 那作者他的 他本身学习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 你可能学习知识 随便看看也行 但是我们要如果要修行 想要解脱 甚至想要成佛的话 那可不是说随便乱修 就有办法达到的 如果说这样不乱修 你可能修了一辈子 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精力 那你就没办法得到一个什么好的结果 所以一开始你一定要先检查清楚说 你所学内容是不是真正可以让你达到 你想要的目标 所以就要知道说 你所学对象 他到底 亲不亲近 所以 未嫌棋法根源基固 开始造者殊胜 开始作者殊胜 第二个 令于教授 起敬重固 开始棋法殊胜 那我们知道说 作者他很殊胜 他很棒 但是他讲的内容 正不正确呢 他是不是随便乱讲的呢 有些人是这样子的 他自己是有证悟 他心里面都了解这些内容 但是在表达上有困难 所以表达的语无伦次 然后也没有应激 等等 那这种情况下 对于后面学的人来讲 就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现在这个教授 不只是作者本身 他自己已经通达了 再来就是他讲的内容 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殊胜 他如何能够应激 应应我们现在这种 从凡夫能一直到 成佛的这些一切众生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法 他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殊胜 未嫌棋法根源基固 开始造成 另于教授起 开始起法殊胜 进入第二课判 第三个课判 就是如何 文说巨二殊胜法之理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法 我们应该要如何去听闻 以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听闻 听闻的时候 应该以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来做听闻 然后说法者 应该要怎么样去讲说这些法 才能够得到 让字他都得到利益 这是第三个 我们要具备的 第四个 如何正义教授 引导弟子之事理 那正式进入 讲说 讲说这个内容的部分 那就是第四个课判会讲到的 所以 讲到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的内容 就是在第四个课判会开始 去做讲解 这四条呢 是 菩提道士帝广论的课判 那按照口传来 按照口传 不论讲 哪一种广略 道士帝教授 都要有这四个课判 基本上所有道士帝的内容 是照口传的话 都会有这四个课判 也就是说 所讲的内容都给含色在这个四个课判当中 当中 否则听者便生不起决定 生不起决定就是 你如果说没有照这四个课判来讲的话 我们听闻的人 追随者呢 很难把这个内容呢 在内心当中生起定解 生起确定的想法 所以现在从第一大课开始讲题 所以现在我们就正式进入第一课 为显起法更年禁锢 开始作者书生 这边就会讲说 那道士帝的作者是阿迪侠尊者 最早最早做的 他造了菩提道登论 那我们就要知道说 那这个作者 他到底具备什么样的一个功德 所以接下来就会讲 阿迪侠尊者的故事 就如同昨天说的那般 我们在观察所修法之时 应该按印度智者的规矩 看看他们是否符合 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必须是佛陀说的 所以学习这个法的时候 我们要先检查说 这个法的传承 我们刚才一直说到的 他是不是佛陀说的 必须是经班智达觉着过 不仅只是佛陀说的 这个佛陀说的内容 因为佛陀 他是应激说法的 所以有时候说这样 有时候说那样 那看似矛盾 实际上佛陀并没有矛盾 他都是因应这个根 根器 这个众生 他的应激说法 他的根器呢 只能听这样一个法的时候 佛陀就会跟他说这个法 但是另外根器不同 他就会跟他说不同的法 并不是说佛陀 他自己有矛盾 并不是说佛陀想法不一样 而是说他要一步一步的 去引导众生 所以就以你现在 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当然先跟你这么说 然后一步一步等你 慢慢心里面 格局比较大了 你能够接受更多东西的时候 我再跟你讲新的东西 然后最终最终 当然都是要帮助大家 能够就近的离骨得乐 这是佛陀 他证悟以后 他的本怀 所以 就是就以佛陀 虽然都是佛陀说的东西 但这个佛陀东西 哪一个才是真正佛陀的本怀呢 这个如果说我们后人 没有依据着过去班兹达们 这些专业的佛学博士们 做检查 他自己去检查这个 所讲的内容以外 他还去实修过这些内容 然后真正抉择出 哪一个才是真正佛陀的本怀 所以必须要经过这些班兹达们 做抉择的 即使是佛陀说的 班兹达们也要做抉择 抉择以后呢 必须是经诸成就自在者 修行后在心绪当中生起的证悟 那不单纯只是了解了文字 抉择这个文字的一个差异之外呢 还将这个内容去实修 能够在心绪当中生起证悟 所以就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法 那我们依循这样的一个法来修行 一定可以得到证悟的结果 所以从修行自己这方面来讲呢 如果信心智慧和精进不足 便不会有掌握 所以就以我们自己来讲 光靠着信心 你去学习 你不代表你能够生起证悟 我们智慧不够 精进力不够 也都不会有任何的证悟 所以必须要具备各种条件 法是清净的 然后这个法 经过这么多智者的抉择 还有成就者的确定以后 那我们本身也要具备条件 你要有信心 然后你要有智慧 有抉择力 再来就是你要有精进力 否则 光是有法 我们还是没办法解脱的 就好比说 有很好的医生 给你很好的药 但是你不照医生的话去听 你不实际上去吃药 然后去做运动等等 你病是不会好的 所以从法这方面来说 如果修的是相似法 也绝对不会有结果 所以如果一开始 我们都不抉择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法 叫做清净的正法的话 那你照这样的法去修 你也不会修出结果的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 真的是很多相似法 所以你一定要去寻找说 它的根源到底是出自于哪边 哪边 并不是说它引了佛经 或者说 就是好像引到主事的论点 就表示说 它一定是清净的 你要听 实际上 这还是要经过 很广泛的学习 长时间的学习 你慢慢才会知道说 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法 才是最清净 这也不是说 完全不学习 不学习 就有办法知道 所以还是要 一步一步慢慢来学 我们见过不少 有智慧很精进的人 因为这个原因而浪费一声 那这个讲的就是说 如果说你一开始没有抉择 你的法到底是清不清净的话 那忽乱的去跟 忽乱的去学 那这样子 花了很多时间 也没有用 所以其他的所谓 圣圣教授 诸如镜像等等 不管他们是什么 大家都如我前面说的那样 不外乎就是那些 本尊成就法 以及以此而修的 各种事业法 这个是讲的 譬如说有些教派 他就会讲说 所谓的静观 或者说所谓的福藏 这些 就是一些本尊的修法 然后 并不是说这个法不正确 只是因为这样的一个 能够修这些法的 锁化基 这个根气的 这些根基众 他们的条件都是很 很特殊的 就是过去生 他已经不知道 做过了多少修行 所以他这辈子来的时候 他只要给他 就是类似 灵门一角 或者说那种 很关键恶药的修法 告诉给他们 他们很快就能够有证悟 这并不是说 能够适应所有的根气 特别是像我们这种 我们是过去没有修行 然后精神才开始接触的 你一开始就接触 就是攀比到这么高的 这么高的法 其实对我们来讲 是没有实质上的意义的 也就是说我们条件根本不够 譬如说一个小学生 你叫他去上这个博士班 对他来讲 博士班的法是 你要说博士班的内容 确实是很好 不是说这个法不好 但是我们现在条件不够 所以你一下就跑去 学那样一个法 对我们来讲 帮助是非常小的 就可以说是浪费时间 并不是说这些教法不好 在这些教授当中 有时候甚至连三宝 都没有明确提及 对他来讲 那种根气 已经不用再提 什么皈依三宝了 但是为什么我们 要一直讲皈依三宝 那个发心 因为我们条件不够 所以我们必须把基础打好 基础就是这些东西 归一夜果三宝 这是最基本的基础 你打好了地精 你再去求这些 所谓镜像还有本尊法 否则你这样子 四地胡乱的修 你是不可能修出结果的 更不要说 升起三主要道的体验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 自己的一个根气 自己的一个阶段 到底该从什么地方 着手努力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会逐渐的修行 然后依序的在心里面 升起这种 道次第的正量 正如一切江河的源头 应该出自雪山 那正法的源头呢 必须出自佛陀 这个讲的 就是我们的传承 必须要清静 你最后推 一直一路往上推 你能够找到说 这个传承是来自于佛陀 如果上师有时间 并且知道 如果详细解说的话 应该从大师佛都开始讲 讲解道次第 所有传承上 上师的传记 这个牵扯到说 如果说我们想要知道 这个道次第 他的传承到底是怎么样 那有另外一本书叫做 师师相成传 师师相成 两个师 师长的师 师师相成 就是师长传与师长 这样的一个传承的传记 也就是道次第传承主师的传记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传承是怎么样 一步一步传下来的 从佛陀这样 一路一路一路的传下来 所以一级上师们 如何依此道次第 获得果位的情况 由于传承上师 数量太多 内容很长 所以这边就没有 时间去详谈 如果大家有 想要了解 那你可以去阅读 师相成传 这个也有翻成中文 在网路上找 应该也找得到 或者说也有印出书的 那像这样 从阿底侠尊者 那时候开始呢 传承变河流了 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讲的二合会议 身见传承跟广心传承 汇集到了阿底侠尊者身上 甚至为二合会议 尊者在西藏造 菩提道登论 然后从而将这些教授 引入西藏 所以最早最早 造这个道次第的 这本论 这个 作者就是阿底侠尊者 过去 在佛陀时代 乃至后来 出现了龙树菩萨 然后后面西藏有这些 不是西藏 就是印度 有纳乱陀士 还有那个 这些大寺院里面 虽然教法 都是很完整的 但是没有人 真正的把这些教法 做一个整合以后呢 然后写出一本 印印 这种 末代的锁画机 这种像我们这种根器的 那一步一步逐渐修行 能够达到成佛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 说指南吧 那也就是说 引导的一个方式 并没有人做出 这样的一个 很完整的介绍 那虽然说过去教法 那时候还很完整 很多班智达 造了很多论 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 去读这些 这些论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读了很多 确实你知道佛法的理论 非常的深广 但是如何结合到我们 眼前来做修行 你会发现 很难用上 那阿底霞尊者呢 就 非常有智慧 他是 整个印度智者当中的顶言 也就是说 被所有智者顶带的 一个对象 也可以就是说 最厉害的一个智者了 那他就将这些 看似很庞杂的 这些教点呢 结合到 能够让我们 易于实修的一个 教授上面 所以阅读道次第呢 其实 他整个道次第当中 就包含了 所有佛陀的教法 都含色在里面 然后又 又有 又容易让我们去理解 容易羞耻 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好处 学习道次第 就有这样一个好处 说想要 了解到底佛陀在讲什么 佛法到底不共于 其他的 不管是 各种宗教 他到底差异在什么地方 当你把道次第内容 逐渐了解以后 第一个你很清楚 为什么要学习道次第 你也知道你这辈子活着 到底要做什么 然后你也知道说 佛法真的不共于世间的 其他宗教的一个 差异在什么地方 你都会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学习道次第呢 就等于在学习 整个佛法的 你还八万四千法的内容 都可以含设在 道次第里面 所以道次第是 非常好的一个教授 道次第这个名字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有的 就是从阿底峡村 造了道登论以后 开始有的 由于菩提道登论 是此后 由于菩提道登论 所以之后呢 就产生了 道次第的论注 圣道 圣教次第 这些论注 都是依循着 道登论的 这个教授呢 去在座开演的 所以道登呢 可以说 是这些论注的一个根本文 根本文 所以呢 阿底峡尊者 实际上也是 这些著作的作者 所以你要说到底 道次第这本论 道次第的论 很多很多解释嘛 那道理他的作者 始作俑者是谁 也就是阿底峡尊者 好 东科巴大师也说 物比道登论 之造者 以及菩提道次第 网论的造者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到 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 中大师自己就写了这一句话 中大师并没有说 道次第是他造的 他就说 顾比道登论造者 也就是阿底峡尊者 是道登论的造者 道登论造者 也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的造者 意思就是说 菩提道次第广论 不是我写的 中大师自己讲 不是我写 就是阿底峡尊者写的 他自己就讲得很明白了 虽然在此 因详书阿底峡尊者 传记 但条件不允许 所以简单的讲一下 好 那这边 他没有 如果大家很 想要很详细的了解 阿底峡尊者的传记 因为我们刚才说 要知道说 魏险奇法根源 几乎开示造者 也就是阿底峡尊者 是菩提道次第的造者 那造者有怎么样的书生 我们可以去阅读他的传记 所以有专门一本 阿底峡尊者的传记 那我们在此处呢 就是掌中解脱这个地方 因为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所以说简略的 虽然说简略 其实还蛮广的 就是讲一下 阿底峡尊者传记 好 那讲到阿底峡尊者传记的部分呢 就分了几个科判 第一个 圆满种姓中受生之力 他出生的时候 就生在这种贵族 贵族当中了 阿底峡尊者呢 是诞生于东印度 萨霍尔境的 巴格拉城 那时候他生在这样的一个 城市当中 这个城市非常大 大概有三万五千个居民 然后周围的属民 就达到十万户 也就是当时的那个 算是很大的一个 这个城市 那王宫中 王宫 阿底峡住的 出生的王宫呢 叫做金床 具有十三层金顶 全部用金子做的这个顶 然后两万五千座金床 床帆大家看过 用金子做的 表示说他是非常有 财富非常 这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大户 他就是国王子 他就是王子 四个财富众多 权势强大的王国 国王名 善吉祥 他父亲叫做善吉祥 王后 母亲呢 叫做吉祥光 阿底峡尊者 是他们的幼子 诞生的时候呢 有很多 稀有的征兆 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呢 有很多 稀有的征兆 那 第二个科班讲到呢 其身 获得功德之力 那第一个讲说 他 本身出生的一个背景呢 就 含着金汤匙出来的 所以他本身就不一样 就是很有福报的一个 一个人 然后 他出生以后呢 有怎么样的一个功德呢 尊者出生以后呢 十八个月 十八个月的时候呢 他母亲啊 他母亲带他到附近 等一下 跑掉 抱歉 看一下 跑去哪 这里 他母亲带他到附近的 皮沾玛拉城 到旁边的一个城市 当中的寺院 带他去寺院走走 一路上呢 他就 全城的百姓啊 都这个 争相的 沾仰 小王子的风采 王子看见 人山人海的场面 问父母说 这些人是谁啊 那母亲就跟他说 这就是你的臣民啊 因为他现在是王子了嘛 王子这时候 他就以大悲心 阿底达尊者呢 就以大悲心 看着这些老百姓啊 就 最稀奇的是说 他还用月娥的声音说道 这时候他说了 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呢 愿此等众 稀如我 藏身王家 父母贤 国政权势 福德胜 皆为政法 所张扬 阿底达尊者 年纪很小 18月的时候呢 他看到了众生 他看到众生 他不是跟我们 跟我们反应不一样吗 我们看到一堆人 就觉得 怎么人那么多啊 很吵杂什么 他不是 他看到的是什么呢 他发起了大悲心 他看到众生 是以大悲心 大悲眼观视众生 然后他讲了这句话 他发愿了 他看着众生的时候 他是做发愿的 发愿什么呢 希望这些众生啊 都能够和我一样 常常的生在这种 王家贵族当中啊 父母都是很贤顺的 然后 国政权势福德胜 就是你 身在一个大富人家 你福德啊 然后你的 你不管是金钱啊 然后你各种权利啊 都是非常真胜的 然后 不仅仅如此啊 借为政法所掌养 你能够被政法之论 那生在这种 有政法的地方 然后学习政法 借由政法掌养自己 所以 他看到这些众生的反应 这可以 我们平常就可以这样练习 这虽然说是传记 传记也就是说 过去圣者们 他视线出来的一个形仪 他同样变成像 应该说视线像一个 我们这样的一个反复身体 但是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一个反复 应该要这样子来做修行的 所以 他视线给我们的 就是他看到众生的时候 他的反应就是 在心里面 或者说他甚至讲出来 希望这些众生呢 都能够和我一样 过得很快乐 然后能够得到政法的掌养 也就是希望众生 离苦得乐的意思 这就是一个大悲心 大慈悲心 所以平常我们也可以这样练习 当我们 譬如说 出门上班也好 去办事也好 总是会看到很多的众生 看到很多的 各式各样的人啊 然后甚至其他的 其他的众生 那看到这些众生的反应 我们心里面就 为这些众生祝福 然后希望说 这些众生都能够得到快乐 这些众生都能够离开痛苦 把自己的所有的功德啊 上根啊 都回想给这些众生 这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实修的部分 对 那我们如果常常这样练习 久会久之 你的大悲心 就会越来越赤胜 就是你会跟佛菩萨 越来越靠近 我们会觉得说 我把我的功德 回向给众生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没了 他跟我们 给钱的概念不一样 好像我把东西给了 我这个东西没了 但实际上 业果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 我们把东西给别人 我们会得到更多的 特别是我们是以一颗 不求回报的心去 是施予别人的时候 很奇妙的果报回来的时候 它是翻倍回来的 所以不要觉得说 我们给别人呢 我们就没了 所谓的舍得 舍得 你舍了以后 你就会得到更多 有人做这样的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平常 所谓的布施 不是说只有财师 我们知道布施 有财师 法师 无畏师 辞师 那我们刚才说的 辞师就慈悲心的施舍 那我们刚才说 看到众生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去想 看到众生 不要想说 就是看到一个人 不要只是想说 人很多 各种人种 或者说 好像这些人要伤害我 很保护我自己 不要这么想 你要想说 众生 希望众生都能够离骨 希望我看到的这一切众生 有看到没看到 这一切众生都能够离骨 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快乐 每次看到 每次想 每次看到 每次想 久一久是你的大悲心 不知不觉 就越来越赤胜 越来越增胜 那 你这个人心 就会变得非常的柔软 你看到众生只希望众生快乐 你就不会很在意自己 所有痛苦的来源 都是因为我们非常的在意自己 总是觉得自己会被伤害 都要保护自己 可是当你把心念都放在他人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说 你好像无所畏惧了 那这就是慈悲心 会带给我们的一个力量 而且慈悲心的这个功德 这种 修慈悲心 他的功德是非常非常 非常不可思议的 那我们不断的这样去修施舍 你怕你会没钱 这本身就是布施 布施得到的结果就是受用 所谓 施能得福 借得乐 我们想要 我们想要 出事顺遂 我们想要 有财富 我们想要 有权利 这都必须要有福报 福报从哪边来 福报就是你平常 一点一滴 一点一滴去累积的 并不是说 你要去做慈善 你要去捐赠 这才叫做 基辅 并不是如此的 平常你在起心动念 一呼一息之间 你都可以去累积广大福报 就是透游像这样的一个方式 看到众生的时候 你去修慈悲心 去修慈失 慈悲的不失 慈悲的不失 不失不是一个行为 而是一种施舍的心 你希望把你的快乐 你希望把你的功德 福报 施舍给众生 这样子在心里面去做 这样的一个意念就行了 你只要心里面这样做意 不求回报的一个心 这样去施舍 本身就在不失 这个你就会 你逐渐就会看到 这个福报的增长 你就会发现 你怎么是越来越顺利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 逢凶化吉 这就是一个有福报的表现 所以福报就是这样 一点一点去累积的 抵士后呢 父母等其他人 均发愿今生 长寿无病 收容圆满 后世不堕落去 与生于善去等等 这个王子却发愿到 我得侠满人亡生 诸根无过见三宝 长进顶带三宝尊 今后请坐归一处 愿中不为家法福 处生且中获法乐 远离我慢 共三宝 悲心观照 朱友情 好 那他母亲带 阿底霞尊者王子呢 到了寺院 我们一般到寺庙 或者说到 道观 我们会做什么事 我们发愿 我们去 求签啊 或者说 拜拜啊 烧香拜拜 我们求什么 我们希望我们 长寿无病啊 然后家庭和睦啊 然后事业顺遂啊 受用圆满啊 死后不要堕入恶趣 跑掉了 对我们都发这种愿嘛 我们如果有来生 有前后式概念的 希望说来生不要堕落 来生能够生在一个 大富人家 然后能够大富大贵 等等的 然后投身到散去 那总是发这种愿嘛 看起来 还不错啊 但是 尊者是怎么发愿的 阿底霞尊者怎么发愿 我得狭满人亡生 诸根无过见三宝 长尽顶带三宝尊 今后请坐归宜处 他看到寺院的三宝 他他告诉说 我自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 狭满人亡生啊 他不仅是狭满人生 他也是国王王子 然后诸根无过 他的五根俱犬 眼耳鼻子声音 而且眼耳鼻子声 都是正常的 他没有产废 然后能够见到三宝 那我要很长的去 顶带三宝 然后请三宝 作为我的归宜处 然后他发的什么愿 愿中不为家法福 处生且终获法乐 我希望永远 不要被家法给细服了 这个家法就是 这个家庭 我不要被这个家 所细服住了 这个家是不是细服 这个大家可以好好思考 是否成家立业 因为我们从小 灌输的一个概念就是 你要好好读书 将来长大成家立业 然后你就可以过上 幸福快乐的日子 世间的学习概念 给我们教育就是这样子 但是是不是快乐呢 尊者这边告诉我们说 家法是细服 细服就好像你 住在监狱里面 你整个被绑住了 那这个 这个我们可以实际上去思考 那到底 有了家以后 是快乐呢 还是细服 什么叫做快乐 这个可以去进一步思考 那他发愿说 我不要被这样的一个家法 所细服 我能够处在生且 生且就是跟生仲 住在寺院里面 然后在寺院学习 获得法财 那透过学习以后 他得到法财 得到法语的滋润 法语的甘露 他能够 熄灭他内在的烦恼 也就是如何能够摆脱痛苦 就是借由 这种痛苦来源 是来自我们内在的烦恼 烦恼就像火一般 我们借由法语去滋润他 去浇灭心中的烦恼 然后你就会获得安乐 得到法财 他不要讲 他不想要世间财 他要的是法财 因为这个法财呢 不是只是能够帮助你 今生 他可以帮助你的无限生命 然后他不仅仅是帮助你自己 还可以帮助无量无边的友情 远离我慢共三宝 悲心观照出友情 那这就是阿底下尊者 在年纪18个月的时候 他妈妈带他到了寺院 他做了这样一个法院 他心中不要生起任何的我慢 恒常的去供养三宝 并且以悲心呢 去横食观照一切友情 这就是一个 阿底下尊者 他就是视线告诉我们说 我们平常该怎么样发愿 我们可以这样去发愿 心心念念都是众生 而不是只是自己 所以一个人 就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阿底下尊者后面会讲 阿底下尊者他过去生 五百世当中就是一个大班之大 大修行人 五百多生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今生来到这个世间 我们总是会觉得说 为什么看别人好像比我好 在学习某些方面就比我们快速 同样的条件都一样啊 我们一起学习 为什么有些人学得特别快 然后有些学了以后 马上就有证悟有修正 或者说他马上就能够通达怎么样的 这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他过去生已经学过了 过去生学过 他今生在学 在学就是复习而已 一个学过的东西 我们在第一次学跟 之后再来学 学过以后再来学 这两个速度本来就有差 一个就是只是复习 一个对他来讲 就是很多新的知识要吸收 所以为什么有人快有人慢 不需要跟人家比较 因为过去生 你看不到过去生而已 你如果看到过去生 他过去五百次早 就是大半次的 就这样已经通达这么多内容了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跟人家比较 再来就是可以 透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们知道说 他有前辈子 有上辈子 既然有上辈子 就会有下辈子 所以我们下辈子 要过得比今生好 怎么办 不是下辈子在努力 今生就要努力 你今生做什么事都可以 应该说你来生想要怎么过 都取决于你今生的努力 所以今生要做什么事 我们必须要 我们要规划今生的事情 必须要把眼光放到无限的生命 未来的无限生命 未来的无限生命 我们要怎么过 我们今生 就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准备 就好比说 我们将来 在小时候 我们考虑到说 我将来三四十岁的时候 想要过上怎么样的一个日子 所以我在小时候 我该怎么样的学习 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那我们如果说 看到有未来生的话 那我们就会知道说 我们来生想要过成怎么样 我们今生就要做 怎么样一个努力 所以我将来想要过得 要有一个好日子 你像阿里侠尊子 你说修行了 他放弃世间的这些快乐 你说他的福报不大吗 如果福报不大 怎么能够生成 他怎么会生到这样一个大富人家 怎么会变成王子呢 所以这个福报怎么累积的 都是来自于 他这样一点一点 一点一滴的去修福 他心心念念都是众生 修慈悲心就是修极大的福报 这样一个福报 就可以让你感得 就是你想要的果报 你想要受用圆满 你想要长寿无病 你想要诸事顺遂 就是靠这些福报 所以不需要 你根本不需要 往今生的这些安乐去回向 今生安乐回向 不是说不会赶果 但是他毕竟果报 你那个福累积就小小 你赚的钱就少少的 你要怎么样得到一个好的东西呢 但是你如果说往来生回向 你往众生上去回向 每一个众生 你的众生无量无边 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 你即使每一个众生上 只有一点点的福报 但这个福报 在因为他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所以你的福报就无量无边 所以这样的一个基辅 所以是最有智慧的一个基辅方式 所以这我们平常就是可以这样 实际上去练习的 好那因为时间缘故 我们就先上到这个地方 好我们一起回向 奥运 愿此出胜功德 陪向法界有情 净除一切罪障 共成不上不提